Lessifem英华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似乎深刻的体会到了作为偶像 备受瞩目的时间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恭喜孝良回答了Vivers Magazine的独家采访 透过他作为偶像的目标和意识高度 由于家人等至今为止 从未被提及的内心深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恭喜孝良的现实想曝光了 孝良已经做好了人气的终结的心理准备 记者说在Instagram上 喜悼我只是幸福 并商传了在练习室拍摄的照片 那是什么样的幸福呢 恭喜孝良表达了对成员们的爱意 并表达了现在的幸福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现实想法 虽然想永远在组合里和成员们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不能在一起的时候 事情总会结束的 我也是个人 所以永远不能站在舞台上 现在负增长可能已经开始 虽然很残润 但是谁都会找到人气终结 还有偶像生活的终结 虽然现实是很难想象的 但他似乎没有欺骗自己 而是认真的面对着自己的未来 据说这样的他 一直非常注意珍惜现在幸福的时光 每一天都很重要 因为第三次出道时 每天都会有忘记时间流失的热情的事情发生 因此可以期待更好的未来 另外 恭喜孝良还留下了 因为不是永远 所以我认为 所有瞬间都更加珍惜和闪耀的名言 据说他平时用胶卷相机 给成员拍照或写日记 是为了不忘记 他灿烂的瞬间 恭喜孝良的成熟价值观 让粉丝们感动不已 爱都含舍 每日接收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